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天啊 你今天早餐吃什麼啊 我今天早上吃媽媽做的愛心早餐 大家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你手上拿的這個是新的吊飾嗎 好可愛哦 對啊 你們看 你們看 這個是我媽媽昨天帶我去百貨公司買的 你媽媽對你好好哦 你們也有吊飾嗎 有啊 有嗎 我看看哦 這就是我的吊飾 這個看起來灰灰的 哦 是大象哦 對 它是大象 灰灰髒髒的 我還以為是河馬還是犀牛咧 翔翔 你要不要叫你媽媽 也帶你去百貨公司買一個新的啊 我覺得不會啊 而且啊 這是我上次去動物園的時候 媽媽買給我的 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啊 我不想換一個 Safe 差一點遲到但沒遲到哦 你真的是差一分鐘就遲到 對啊 那就是沒遲到嘛 可是你雖然晚起 你衣服怎麼亂穿啊 你看扣子都扣得亂七八糟 然後襪子 還穿不同姿的 我就起來很緊張嘛 就算襪子不同顏色 現在流行這樣不對稱啊 不對稱 拜託 你這樣有比較帥嗎 你看看 像我今天還早起 特別比較早起 把那頭髮梳成這樣子 你看今天我比你帥吧 我這樣衣衫不整 都比你頭髮那樣 飛翔像小飛翔一樣 還要帥100倍啦 哪有 我今天比較帥好不好 我還帥 我比較帥 你們兩個有什麼好比的 一個衣衫不整一個頭 怎麼樣 稍微怪異 拜託要比 要跟我比 來學校 但是要比跟學校有關係的 制服就是要燙過啊 而且襪子 當然要穿全新的啊 所以我比較帥 哪有 我這個髮型比較帥 這我看雜誌的耶 你那個髮型像是那個 飛機的翅膀有沒有 不帥 我比較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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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說都沒有用 要別人來評分 有道理 對 那個電視上那些比賽 都有個評審老師 要公平公正公開 對 可是要找誰評審啊 誰當評審啊 就找女生吧 嗯 這樣就對了 看看誰是他們心目中的歐巴 好 那就晚上 一 二 三 女生 請給分 我覺得 太太今天不太一樣喔 你的襯衫是不是有燙過啊 有線喔 所以我要投給太太一票 耶 我覺得 阿典的頭髮好像花了很多時間整理 我投給阿典 謝謝彤彤 在我的眼裡 你們三位都長得差不多 可是阿寧比較幽默好笑 所以我選你 欸 是不是是不是 好笑有加分啊 我們都一樣 對啊 加多一分啊 那現在換你們男生來投票 嗯 你們覺得是我的 髮飾比較漂亮 還是彤彤的 吊飾 還是香香的 鑰匙圈呢 請選擇 在我專業的眼光看來 我覺得你們三個人的東西呢 都一樣 但是 我覺得甜甜的這個髮飾 我可以感覺得出來 上面有她 家人對她的親情 一種感情融化了我的心 我偷妳一票 謝謝 我覺得都沒什麼特別 不過 香香的 看得出那種舊舊的情感在 一定是送她的人 對她的感情依稀還在 所以我感受到 那一個一點點的感情 我感動了 所以我投給 謝謝彤彤 女生的東西 原則上我是分不太出來 有什麼差別 但是老師說做人要互相 剛剛彤彤投給我 所以我也會投給彤彤 妳的吊是最可愛 我就說嘛 我的就是嘴心最棒的 大家都評分 她這樣實在比較厲害 對 一票位一票 現在把自己的鉛筆盒都拿出來 筆筆盒 筆筆盒是不是 筆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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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超棒的 要比大家來比 你們看 我的鉛筆盒 是一隻粉紅色的兔兔 好可愛喔 我睡午覺的時候 都可以抱著它耶 我覺得那個兔兔我看一下喔 長得也還好啊 沒有很可愛啊 你們看我的鉛筆盒 上面還有三個可愛的小朋友喔 而且我昨天才剛去買了 兩隻不同顏色的筆 你們可以跟我借喔 有那麼多顏色的筆 有什麼用 我覺得還不是不會是 你們來看我的啦 我的鉛筆盒有兩層呢 最重要的是 這隻 這隻鉛筆你知道還有多特別嗎 不知道 它就是我的考試生器 我每次用這隻筆去寫稿卷 不知道是我特別聰明 還是它特別厲害 我都會考一百分耶 想不想跟我借啊 不想要 真的不用嗎 可以可以百分喔 沒問題我可以靠自己 阿妮也不是那個問題 對啊 在筆之前我看一下你們的 太太阿典 怎麼了 你們的鉛筆盒也太小 太可愛了吧 能裝東西嗎 當然可以啊 拜託 雖然小裝的可多了 這個叫做小而美 對 不只小而美 而且我跟阿典呢 還特別去選了這個限量版的 MOMO組合 沒錯 名牌都 好啦 好像很不錯 當然 當然 幫你們拍拍手一下 大聲一點 來 阿妮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來 女生靠過來 來 什麼事 隔壁班的小賴也可以來 好 我的鉛筆盒 這是所謂的變形金剛 它可以變形 你知道嗎 看清楚了眼睛眨都不要眨 來 預備 1 2 1 2 3 這麼厲害 太厲害對不對 才只有一支筆 而且還沒有消敗 對 這樣怎麼寫字 我覺得有什麼好炫耀 而且你這種鉛筆盒 掉在地上一下就壞掉了 哪會壞掉 我這個是塑膠盒壞掉 那說你的 你的這個也是娃娃而已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 而且你這個材質 掉到地上不只會壞掉 還會髒 不行 你看 你幹嘛 你真的要丟在地上 壞蛋 你們說 鉛筆盒掉地板上不會壞 我告訴你們 我這是鐵的 掉地板上才不會壞掉的 會很大聲 我的也是這樣 這個人還可以直接 從外面看到裡面的東西 看都不會忘記放什麼 這才沒有隱私 太醜 太醜 太醜了 你這也還好 我這樣 太醜了 老師 老師 你們在吵什麼 不是 我們在看著 鉛筆盒比較厲害 老師你看 對 老師你看我們的 老師你看我們的 謝謝 老師 都先回位置上坐好 快回去 這樣回去 怎麼了 甜甜 老師 剛剛阿寧想要把我的 鉛筆盒丟在地上 阿寧是這樣子嗎 老師沒有 我只是想跟她證明 她的這個鉛筆盒的材質 掉到地上的話 是會髒的 我想要提醒她一下 像我這樣子的變形金剛的 這個鉛筆盒 到地上 是不會髒的 但是開不回去 可是會壞掉 壞掉了 我再修一下就好了 好了 同學 你們知道你們現在身上 穿的衣服 褲子 還有用的 鉛筆跟鉛筆盒 都是你們的爸爸媽媽 辛辛苦苦賺錢 買給你們的 可是老師 他們用的東西 真的都比較舊比較髒 不像我的 什麼都是最新最流行最好的 彤彤 那是你的爸爸媽媽有能力 而且很疼你 才都買新的東西給你 你應該要好好珍惜 而不是跟同學們做比較 而且同學 你們現在有東西吃 有衣服穿 有房子住 已經非常幸運了 你們知道啊 有一些國家的小朋友 他們連要喝一口水 都非常的困難耶 真的假的 他們口課的時候怎麼辦啊 這樣他們應該沒有水 可以洗澡 身體一定很癢 好可憐喔 對啊 所以同學們 你們已經非常幸運了 我們應該啊 要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不要一直比來比去 誰的比較厲害 誰的比較新 不需要這樣子 知道嗎 知道了 知道 知道就好 嗯 甜甜 香香 對不起啊 我不應該 一直說你們的東西 又髒又舊 我的比較好 其實 你們的東西 對你們來說 也很有意義對不對 對 對啊 沒有關係啊 彤彤 其實我也有錯啦 我也一直不該說 你們的東西不好 其實只要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都是最棒的 想一想之後 覺得每個人的風格 本來就不一樣啊 大家都是 沒錯 對啊 說得有道理 那男生們呢 阿點 台台 我也要跟你們對不起 我不應該說 你們的鉛筆盒很小不好用 裝不了東西 而且 我也不應該說阿點 妳的頭髮 髮型像 飛機的翅膀 其實看久了 還滿帥的 越看越好看耶 真的嗎 嗯 我也不應該取笑妳 襪子穿不同一隻 其實這樣子 顏色不一樣 反而非常的時尚 讓妳更帥喔 真的嗎 我也要跟你們對不起 有什麼好比的嗎 大家都長得獨一無二 我們都是 最帥的 我們都很帥 一個帥 兩個帥 三個帥 所以我們是 三帥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e sky are great 好了好了 同學唱得很好聽 最重要的是 不要再愛比較了 知道嗎 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課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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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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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